重铸林克荣光,我卑布荣辞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奋起和福泽 它的一个机制是怎么样去判定你是吃奋起还是吃福泽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说的其实很模糊 当前服务器中大于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呢它这里指的是整个异界范围 可以看到它最开始的更新公告 异界范围内修为落后的修士将根据前列修士的修为进度 获得奋起加成 一句话概括 其实呢它这个机制就是你现在连通的所有异界排行榜 修为排行前十的玩家 他们平均下来 他们的修为进度的70% 就是我们福泽和奋起的一个界限 也就是说你想要吃到福泽或者吃到奋起 你可以去跟异界的小伙伴问一下 看一下他们大佬啊前十的大佬大概的修为 然后大概计算出你在什么修为可以吃到福泽 什么修为吃到的是奋起 然后呢我们关键问题就来了 到底是福泽好呢还是奋起好呢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福泽给的是低境界的修为密钥 也就是你如果是修法的 它就给你修体的密钥 这样对于大佬来说呢 它的站立可以进行一个提升 奋起呢就是让我们追修为的啊 就是约等于增加了我们的一个动腹灵气加成 这样大家就可以很轻易的看出来了啊 我们福泽呢其实就是一个双修 大家都知道吗 双修有句话叫做双修同境界无敌啊 然后没人跟你同境界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啊 你要是能跟上第一梯队的修为 也就是你能一直吃福泽 那吃福泽没什么问题 如果呢你是一会吃福泽啊 一会去吃奋起啊 这就约等于双修你最后会跟不上境界 然后呢你另一个境界因为福泽的奖励 对你另一个境界加成没有那么多 啊你就会导致你的主境界修为又跟不上别人 你的副境界又没有那么厉害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双修没人跟你同境界了 所以呢对于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梯队啊 就是说你课经程度较低的我们还是尽量去吃我们的奋起啊 这里再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啊 我们奋起呢是有分层数的 像我们福泽的排名啊 第一可以拿六颗第二可以拿五颗这样子 好我们奋起呢你越往后落后呢 它给你的灵气加成越多 所以呢就会延伸出一套卡奋起的操作 就是让我们修为落后的小伙伴啊 如何利用奋起去吃到更多的灵气加成 并且不拖累你的突破进度啊 它具体的操作流程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往期的视频 因为它的操作比较复杂啊 我们就单拎出来跟大家讲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对于我们追上大佬的脚步呢 是很有用的 哦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 就我开了个粉丝群啊 大家要是没什么事啊 可以进来试试群啊 好了重祝林克荣光 我微不容辞 大家下期见